你那岗谷也成功想起来 像Hanabi就是一个蛮直接的例子 就是他就是我看到二鱼我还是去选个岗谷 我就慢慢跟你对 然后拖到后面再跟你打一波 我看到蜘蛛二鱼我还是选岗谷 对我就拼到最后面 就是赌你的可能前期的营运 跟打架不会那么完美的执行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 但这样感觉就有点像是 再等对方失误你不觉得吗 就是赌对方前面打不好 没有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你倒过来想 就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我不会穿 就一体两面 对我不会穿 因为那个说实在你岗谷可能你死一次 你的发育又要延长个五分钟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Machi这一场 他们毕竟是蓝方嘛 呃他们这个首选就值得关注了 因为他又ban了新朵拉 那是不是又首选柔依呢 是不是 是不是呢 这场东山是不是再次 会拿出柔依来当做自己的一个首选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对上AHQ的时候 他其实是面对他首选柔依是对上了一个 新朵拉的counterpick 虽然说在线路上没有被压制的很严重 但是在团战上面的话 UNIBOY的新朵拉发位还是更加的出色 哇而且他们在蓝方竟然自己按掉雅飞利优 在这个版本基本上这是红方的 呃必抗的banway之一 对最后是雅飞利优 还有三纳都进入了风手名牌 然后首抢是赛特 不过感觉marginx的话这边在选下的赛特 感觉高机率就会是PK来使用 基本上就是PK使用 我记得昨天的比赛有 对他拿去中路 但中路的赛特本身 那个线太短了 他根本没玩到我老实讲 你根本霸凌不了别人 因为赛特就是一个线霸 但你比较贴到对方脸上的情况下 他是一只比较笨重的英雄 你还是得用跑的 对 我觉得那场比赛局面还带鬼步 有跑最快 他带鬼步跟瞬即复防 对 他已经尽量让自己很快了 但还是追不到 他不够快 对所以 呃上路的几率还是偏高啦 那上路的话基本上是蛮多角色 已经被开发出来可以打赛特 虽然在10.4版本 你可能索娜跟索拉卡不太能玩 但首长的像凯能啊 近战的魔斗 或者有些人喜欢脱后的 我就玩个凯尔 其实都是可以的选择 不过NOVA这边的选择蛮特别 因为他不是选好运姐加文 他是法洛士加文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好运姐的选择 让给到了马金X这边 嗯 为什么打架 打架有一个CC就有什么主动性 我直接绑他 对我绑他然后再戳他再盖他 真的是柔衣耶 还是柔衣 那我觉得这里G4是不是要考虑 乐布朗吗 因为这里不选的话高居会被按掉 因为以G4之前使用过什么 英雄来说什么阿琪也这种都不太好 对不容易 好像并不是都不好打罗伊 所以乐布朗吗 因为乐布朗在给到法师的一个限制效果 还是蛮强的 我就是选了 真的是干家干到底的 这而且我觉得雷欧娜有一个限制好运姐的点 在于说好运姐如果开大我直接一个大招 就压在他脸上 他这里就会ban可能这样子坎肯齐吗 或布朗姆吗 或摩甘娜有没有机会 这里的话可能要对辅助的角色 摩甘娜的话我觉得不见得 因为其实相对来说摩甘娜的话 就你黑盾你给好运姐吗 嗯 那 你就给没黑盾的那个 可能noma的下路线就是两个开战 我各开一个总会中一个 这个同时并进 对就进去你黑盾一定只能保一个 所以摩甘娜不是一个应该是还好 但他选成被人纳蒂鲁斯 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布朗姆 因为其实布朗姆在给这种纳蒂鲁斯啊 或者是雷欧娜一波进来的这种 很可能是让他们有去无回忍的 然后MarchiX这边可能要把勒布朗给按掉 一定按勒布朗 因为这里虽然对方有加文 但他其实也不怕对方选蓝宝 罗姆本身在打线打蓝宝也还蛮舒服的 那这里来讲我必须老实说 上比在中山可能必须要站出来贴人 因为他已经先帮他抢了一只很强的角色 而且在接下来的两边都也对他做出cover 就来看一下G4能够做出怎么样的角色来做回应 现在Marchi的辅助基本上是坦坦齐跟瑟蕾星 比较有可能的 那相反的是这里应该会继续按中路吧 就是跟刚普 这里不让对方有一个刚普下大 然后完美CC圈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刚普朗哥这个班是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第一个是赛特打刚普感觉很舒服 赛特打刚普 感觉就冲进去然后他六等之后把他爆到塔后打也来 他就冲进去 好像有点简单 那最后是果然放出魔斗 魔斗是可以打赛特的英雄 其实目前在面对赛特啦 有一些比较就是如果你要正面硬打对线 有魔斗有二萨斯 那你如果要比较偏向拉打型的 就会有纳尔 凯能或者是有些人出 我记得好像也有出过犯了 忘记是枯北还是什么 然后Marchi X的话这里在看到了魔斗之后 选了一个色雷西打野的话 这里李星吗 李星目前是还没有登场 或者是猪女有没有机会 在目前为止的话感觉 算是说进入了一个坦克版本 但是PCS对于猪女的一个考虑程度 其实并没有来看高 雷克萨也还在 雷克萨好像 雷克萨 最后还是以雷克萨作为一个登场 我在想G4他这把英雄 他会玩飞斯吗 飞斯 这把飞斯很优耶 飞斯的话 不过以目前为止在各大连赛 好像也没有看过飞斯的登场 我知道 在那个 CASMA杯是有登场过一次 好像是寒花 好像是Lava有选过一次 因为他 我就以就是G4角色时 在推算这个年代推到上面 那时候的飞斯应该蛮强 阿琪 等下我刚刚要更正一下 应该是丘比有使用过飞斯 哇他选了阿琪 也不对柔衣 这个中野前面就会蛮叶的 因为你阿琪 基本上是不太能动的 那这个就是 应该就是可以像刚刚说 他就买个大宝藏 我就是后面我用阿琪 如果我买在中路 但我前面呢 就是我的下路 要把你贯穿 但是 这样子感觉会进入一个柔衣最喜欢的时期 就是柔衣他可以很开心的把把线推完之后 然后就开始他的跑线 这把东山他是 基本上这把真的要靠东山 东山真的要carry 真的要carry 他这把真的要carry 因为 对方是完全不能造的 那他的资源性来说 当东山跑下的时候 相对来说法洛斯跟雷欧娜这种 硬开组合 就基本上你不能太前压 就会有一个劝退的效果 那基本上上路的话 这个比较偏向是 技术线 就是就是两个近战在那边互打而已 两个线霸的互相对 所以这把前期的风向就 麻吉基本上都是靠柔衣跟带 那 那相反的Nova就是 嘉文是一只可以强gank的英雄 这把他高级率会直接往下开始灌 就是硬抓到这个好运机 因为刚刚看到布鲁斯最后一刻 他并没有换进化 他没有换进化 他好像 他最后换了最后换了 那 但他这样的情况 他是少一个治愈在对线的 所以那个风险也很大 对因为我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看过在对雷欧娜的时候不带进化的一个ADC 那这把就是东山 靠你了 靠你了 戴的是一个爱莉的符文 不过嘉文其实在给好英姐也是能够有所限制 对于这些没有位移技能的一个ADC 直接把他盖住也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很好限制好英姐的效果 柔衣他还有带小兵去止气 所以他这把的推线在纯对线的情况下优势一定会非常非常大 那就看这把他可不可以把节奏整个带起来 那两边的话目前就是MTX必须要把中野给开通之后 然后靠着柔衣的跑线去对上下路进行针对 而NOVA的话则是可能比较一贯的策略就是要往下路去打 这场比赛的话在下半部是有一个双开战非常强势非常主动的一个阵容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打野开局 这看起来Ryan果然是一个往下灌的一个路线 从上半部往下刷这三等 就会给下半部的一个布鲁斯有很大的威胁 我觉得我是他 我可能两等就先插一次那个中路 两等也就先插他 两等就先插他一个闪 让他不敢出来 对 哦可是这里这根眼位是 看到了 呃是是谁放的啊 是佳文 呃佳文被看到所以是 我是雷克萨放的吗 哦这个眼位其实蛮关键 因为看到佳文的开局之后 诶 东山就会比较有这种防两等game的意思 因为等一下的话如果佳文要往下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从红buff做一个开局 所以他也是可以稍微往下半部来靠 对所以这里的话看一下佳文 哦他没有他应该是选择他应该抢三等了 他要最快上三等 最快上三等 吃完红之后往蓝buff 狙击走 然后紧接着往下半部 不过这里的话因为 麻吉X他们也知道对方打野的一个开局 所以他们在下半部是不太可能打得太凶的 不过这个组合老实讲 在三等的时候其实要塔杀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一点 诶比较难一点 但就是让自己的 就等于说我的打野由上往下刷嘛 我放弃了整整个刷野的节奏 但就是要让这个下路线的优势拉到最大 对不过这样子上半部的对线 就会变得蛮关键的 因为等一下佳文他有可能就直接往下走 然后去吃雷克萨的石像 那如果说上半部没有办法取得推线的话 其实雷克萨是没有办法进去对方吃石像 这个上路线刚有提到就是技术线 但刚看的出来好像有点 这个换血杀有点不对等 那如果这里只要魔斗再继续换一点血的话 我相信乃哥绝对是会上去塔杀的 他选择往六两奶走 然后现在的话乃哥也是往石像附近靠近 不过这有没有机会会是一个直接的塔杀呢 这个塔杀三等打两等的话 也是有机会 但绝对要卡这波兵了 等一下交出来要拉兵了 要卡这波兵了 但三等啰 把兵线给拉出来 上到三等的一个魔斗前期的塔杀 来看一下怎么执行 魔斗这边还有闪现一个碎骨头颅 先把人给拉在一起 但是他还有自己的一个W技能 直接放出来交出了闪现 哎哟 没有顺利的成功 这个扛压是真的不得了 这个扛压魔斗 虽然我们说这个魔斗在上到六等之前 是一个可以针对他的时间 但是这场比赛Rocky已经算是撑过第一波了 但我觉得刚刚乃哥好像有点不太果断 因为扛塔的其实是PK 他其实可以利用散翻去直接留住魔斗的 但他好像这边没有去做这个比较大胆的操作 对在这一波的一个塔杀 是换掉了上路的一个闪现 那这样子PK也没有闪现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Ryot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个其他的考量 目前是往上半部来走 然后魔斗凯撒这边也是有TP 在中路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柔衣目前是稳定 取得推线上面的优势 而且GFO是带进化的 然后柔衣这张比赛带上的是一个治愈 这其实也可以变相的增加在中野的一个碰撞强度 在其他部分的话下路依旧是被压在了塔下 而这个兵线等一下应该是会往这个MarginX来推送 现在来看一下雷克萨的一个位置 不过以目前来讲感觉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战士来爆发 第一条的龙是一条水龙 在40秒之后即将出生 呃如果第一条是水龙的话 两边打野的进攻目标可能就得以下路为主了 就是German这边如果再去执行上路塔 他就算杀到了你前期掉一条水龙 那个伤害还是有点太大 所以我觉得German来这边 但他感觉他想再去上 哇他又来了 知道你没闪我再来一次 而且这个兵线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game到的位置 哇感觉应该是有机会 PK往前走 然后后面的话先A了两拳 这边乃哥也是翻出来一个翻 但是最后的话这个W性能 踏不起一层护盾之后还是顺利的成功 果然是投资上路的一个MarginX 依旧没有改变他们的策略 对但这里看到佳文他是直接往龙那边靠了 呃但因为下路线好像在回家的时间点 诶比较早一点 所以这里反而下路线是被推的 那佳文这条龙就不能开了 哦这有点可惜的感觉 看到对方的打野在上半步露头 这个龙应该是一定要开的 但是这个线路上感觉没有掌握的特点 对而且反而German来这波可以开龙哦 因为中路的东山他的状态是 呃虽然也没什么魔但相反的G4魔更见底了 所以这边呃其实是可以开的啦 哦但还是选择稳一点不开 这个等一下的话好运姐是会先行上线的 有没有可能会等到好运姐来再开启这一条的水龙呢 我觉得刚没有开的话应该就不太会在现在开 因为反而你阿琪也到线了 那会变成你的东山没补过状 现在的话东山是把线路给送过去之后 他现在才选择要Record 那这样子的话这条水龙应该也还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 不过现在两边都还在等一个上到六等的Power Strike 这个下半部的一个压力应该是无比的巨大的 因为一旦到了六等之后 这个两个开战技能其实对于Nova来讲 要来塔杀就是比较容易 上半部的一TK刚刚靠着Gemini的一个帮助 目前是取得了一个助攻的领先 哎呦这个好运姐的弹射 弹到了Pop的身上 这也是好运姐对线最强的一个点 就是你要是一不小心被那个Q技能给弹到 可能会有重大的一个水龙 这你会想要直接利用推完兵线的这个时间转龙吗 因为其实嘉文的位置刚刚在实相 但不确定Marci这边有没有视野看到他 嘉文现在往龙去来赶 不过看起来MarciX已经在准备开动 应该已经在开了应该在开了 这条水龙Nova看起来并不想要争强 结果反倒是应该要围绕在下半部打的一个Nova 是先掉了这一条的水 呃因为刚刚嘉文的刷野路径反而是由下往上刷 所以呃然后加上下路线有雷格萨Cover的情况下 就是他们很敢推推完去去直接直接转龙 所以整体上节奏 乃哥打的方法是比较聪明一点的 那嘉文这边是利用刚刷野的时机啦直接上到六等 那这边看可不可以来一波抢game吧 对六等的一个power spike 不过柔衣这边是有闪现而且还点到一个GLP800 这个应该有点难 往前的一个推柔衣要不要交闪柔衣不交闪 往下面来靠但是看到那个雷娃 这边在交了一个闪现太阳之间顺利的空到柔衣雷克上想救 但是mission这边非常的危险 闪啊吗 闪现了浩劫降临Demacia盖死了这个mission 这一波我觉得有点 有点尴尬这个雷娃他出现的位置是很绝望 而且刚刚mission应该是觉得说 欸如果没有雷娃没有在那个位置他不交 他应该跑得掉 对他应该跑得掉 因为他有隧道嘉文 所以嘉文第一时间是被控制被CC住了 但相反的雷娃也到了直接给予两次的CC 所以还是被追到 一个碎骨头鲁把Rocky给拉回来 不过反倒是在中路这边是MGX先陷落的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这里是直接推到嘉文 但推到嘉文面前嘉文也没有第一时间直接接EQCC mission 所以mission是有操作空间 隧道之后关键就是这个雷娃娃的跑线 就是应留住mission 然后嘉文的闪盖直接把他收掉 最后闪现了一个大劫 mission是倒在了龙池的上半步 那这样子的话中路受到了一个急杀之后 这个闪现也掉了 那代表说其实mission等一下要执行他的跑线会变得比较难 在阿齐尔 因为阿齐尔大快好了 在阿齐尔有大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归在塔下 因为如果再来一波这个甚至是闪现的一个R 把mission给推回来 mission都可能当场倒地 而且mission他的第一件装竟然是水星靴 因为这样其实在对方出了恶魔发展情况下 他这个中路会变得有点推不太过去 噢的确 伤害量是有差的 噢其实mission在昨天也是先出水星靴 但是因为他对的是一个辛朵拉 辛朵拉是一个在前期很有爆发的角度 对但阿齐尔基本上 呃 我是阿齐尔角度我就是把兵戳一戳我就不理你 我也没有要戳你 对我也因为戳你你出了水星靴 我更没有理由戳你 哈哈哈 然后现在的话马基X直接开启了这条浴士者 直接开浴士者也是利用转线 但这里打起来的话 其实法洛斯跟雷欧娜是还可以来接团的 魔斗的TP还没好 那 噢那可能这个要放掉 对要放因为魔斗TP还没好 这边这个浴士者应该是 让马基X可以顺利的掌握 果然是一个对浴士者掌握度非常高的一个队伍 不过这场比赛的一个好处就是 呃刚其实佑地老师前面有提到就是 马基X他们在掌握浴士者有点像是下路线对不赢 然后被迫转到上路去把这个浴士者给拿掉 不过马基X在这场比赛他们是拿掉了一个水龙 然后又拿掉了一个地图物件 甚至是他等一下可以在另外的地方叫出浴士者之后 直接转龙 让自己有一个两龙两龙的一个优势 呃其实这一波可能要回就是 呃回想到大概三分钟的那一波 就是虽然那一波的塔杀是失败的对不对 但他自先逼出了Rocky的TP 对 他逼出了Rocky的TP 那导致呢Rocky他以为他这波有TP的情况 因为他TP会比PK早好嘛 他觉得他有TP的情况他直接去下路线带 但没想到马基X很聪明的就是 我知道我PK没有TP 我反而直接突破 诶又是一波闪R了吗 R回来 EQ 盖 盖住了Mission Mission 取消出自己的星天运动 但是回生了一个成熟梦结束的 然后来看一下German 有没有GK可以帮自己的中路报仇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回生给到的一个 QG的最后用金人挡掉了这波 阿琪的Double kill 这波终野当场爆炸 他在射门部交了一个计划 也是制裁了这个法洛斯 嗯但 哎呀这个终野有点爆炸啦 但我怎么觉得阿琪拿两颗头这一把好像 对 嗯离那个胜利好像走了好多步喔 呃跨了很大的一步啊 因为他这一波是抓东山没闪嘛 然后就三个人直接往他脸上撞 这里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东山没闪阿琪也没闪 这一个闪推就直接灌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怎么杀法洛斯 这个有我觉得法洛斯有点调皮的啦 就是他呃辅助都跑线了 那你应该是乖乖的跪在塔下 但他是走出来吃这波伤害 还在走边边角角 不过最后两边在两个人在让头 富鲁斯是差一点遭到了几杀 不过这场比赛的一个东山依旧是 目前的状况是非常的惨淡 他被压制的蛮惨的 就是他现在是真的 反而是他不能跑线了 他这兵线带不动 他输了快要20支兵 而且重点是已经201的一个阿琪 等一下是可以把自己的状态再往上拉抬的 目前大概是1000块的一个领先 仅在游戏时间10一分钟 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差距 哎呦 Mission他已经输了1300 中路赢了大概1300 1200、1300 这个有点太多了 他已经输了一个失落之章 因为今天你对到的是一个阿琪尔 他不是普通人 他对 他是一只在前期真的没什么竞争力的英雄 但他在后期是一个人就可以结束会战的人 呃 不过 呃因为之前很常会有人把阿琪尔和库奇做一个比较 刚刚的话就是展现出了阿琪尔一个前提比较强一点 就是他是可以配合打野做一个进攻的 而且其实这一把刚好红方是Nova 所以Nova如果在加文等下坦度够高的时候 阿琪尔的装备可能在一件 他们两个是可以直接偷巴龙的 就直接在岸上把巴龙给嗑了 就直接三个杀兵叫出来 对 然后那加文就卡在那边 插个旗子帮忙加个攻速 直接把巴龙戳掉是有可能的 但是对于马琪尔他们的好消息是 至少目前是拿了两条的龙 然后下一条的龙将会是一个这个 火龙 试验飞龙的龙 嗯 火龙的话我觉得打团来说 因为5分钟才会去接那波团 现在对于Nova来说 都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他的中路就是一直阿琪尔 不过这场比赛的话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好运姐 就会在想什么样的一个阵型 是适合配合好运姐的阵型 那在配合好运姐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会是 加文跟蓝宝阵 或者是这个特朗德也是有机会 总之会需要一个能够改变地形的角度 但是这样比赛好运姐他好像没有太多 可以搭配的一个CC 除非雷克萨的闪翻 应该说好运姐这一场 他会比较尴尬的点是 他基本上没有空间在这个时间点去补水印 所以他要担心的是 第一个是魔斗的烙背 如果把他拉进去 好运姐是不会有操作空间的 你就拉进去基本上你已经暴毙了 也不用放大了 他就直接把你抓进去 那就算真的好运姐没有被拉到 正面打了这波会战的话 以前排的坦度 魔斗也大可以直接把PK拉走 就是他们进去是55波的情况下 诶 这个好像要倒了 遇事者什么时候要开启小房间 这边是抓雷克萨进来 然后回身的话翻了一套 开始打 来看一下雷克萨打不打 赢再给人家一技能 开一个惊人 Rocky这边差一点一打二 但是PK有没有机会 后续的伤害把他带走 闪现碎骨头拉回来之后 最后人家普攻 这一个W技能的尾端 受回轟绝 轟绝的魔洛凯撒 他这波有点小扣 因为PK是用伞拉 但他第一时间没有拉 躲掉那个拉的话 他后面这个伞还是吃掉了 W的范围上 诶 好运姐怎么死了 他应该也是刚刚的那个 接技的SOP再一次 你说又是一个苏瑞马甩尾 然后再把他推出去吗 因为刚好运姐在杀 呃 交伞 法洛斯的时候把伞交掉了 哇 结果我刚刚那一颗的一个 算是让头 其实也是付出的代价 301的阿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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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自己的一个金刀 然后回胜的话 这个玉器者再装一头 不过魔洛斯交了TP回来首线 现在的话赛特的发育是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怎么倒的 他在点眼然后 家文是 应该是家文先进场 走过来 他们直接走到人家脸上 呃 呃 这个就 就难怪会死 这个 我觉得死一个已经算不错了 他是直接走过去 他们两个走到面前直接开打 在刚刚那一波的话 布鲁斯是倒掉之后 这目前中路的一个洞山 他连炉灯回音都还没有 而且他看起来是差了 蛮多的一个金钱 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 其实照理来讲 14分钟 13分钟 14分钟 应该是一个炉灯回音 应该要出来的时间 哇 这个阿琪了现在 以现在来看啦 洞山没捕 他是赢一整件大桩 诶 真的诶 他是直接赢一个那神之牙的 他这个已经赢快3000块了 这个经济领先也是不断的往下探 那希望 这一波回补东山 能够把 应该 应该要把炉灯 应该要出来了吧 如果穷一点我们可以出GLP800 也可 诶 他要出炉灯 他要出炉灯 那真的是蛮穷的 他还差了整整的1050块 这目前为止 柔衣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条龙打起来的话 NOVA 其实他会有一个蛮大的经济上的领先 在中路的部分 那 就算AD现在陨落还没补出来 但光那个开战 就足以限制对方的发挥了 对而且现在的话 阿琪他的伤害是很高的 而且这场比赛对于东山来说 又是一个 对柔衣很不好的地形 就是火龙地形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地形 给他去丢他的沉睡梦 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他就算睡中 他可能打人都 不太痛 不太痛 没关系 我们有预示者 这个 再拿一个预示者之后 分场比赛第二条 Marchi X 来看一下 能不能再利用这个预示者的声东极西 来把这个龙魂点给抢到手 前面哪 依旧是不放过这个上半部的地图物件 一分钟火龙就要出楼 所以两边 呃 辅助雷奥那这边就直接recall 大家来布下半部的眼睛 那 呃 不要关心的就是魔兜推完这波 他回去能补什么 因为他现在的装备是 有点傻 什么都有一点点 看起来是纳神之鸭 然后再感觉这个探索者 户完是电挡用 电挡用 嗯 看他回家的 这个团 以Noma的角度应该会来接人 因为毕竟是第三条龙 这条如果再放的话 那个第四条的压力有点大 因为第四条之前的比赛有提过 第四条龙跟巴龙是重叠的 就会变得 呃 说Marchi他有选择的权利 我要龙魂还是要巴龙 没错 而且这场比赛的话 对于Noma来讲就是 有阿奇尔镇守的一个中塔 MarchiX就算叫了这个预示者 也没有办法撼动 所以 18秒火龙出 呃那这波PK又跟上一波很像 他是得走下去 那这个龙Marchi好像拿到了 因为魔斗又没有TP了 在魔斗没有TP的情况 来看一下MarchiX要不要开团 PK直接往下来走 这里要直接开吧 如果Marchi是知道魔斗没TP的 这里会直接开 哎呦魔斗来了 但是魔斗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路 还有一段路先抢视野 先抢视野 他现在是在旅程当中 但是也走到中塔了快到了 不是那个 那个阿奇尔真的很恐怖 他一往前 Marchi的人全部往后 他是站立满挡啊 这个阿奇尔 哦那魔斗敢来了 虽然先去上路 顺一波兵 但还是带到 哎呦法洛斯 这个新回百转 连尝试也不想尝试 哎呦最打残了 G4残血之后 MarchiX有机会可以来掌握 开龙吗 这条的火龙直接开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 G4回补那这条龙 让了让了 我觉得Nova这边打得有点奇怪 就是他们现在其实经济上来说是小领先的 但 他们感觉是有点 一直在整理兵线 因为包括魔斗第一时间是上去清兵的 然后刚刚他又默默走到中路清兵 然后导致整个阵型拆散之后 首先右边法洛斯被碎 然后 这个阿奇尔被勾之后 两个人的状态都有掉 这个龙就直接放了 因为这波应该是Nova要主动去接团的会战才对 对结果在这一波并没有办法顺利的拿下来 又这丢 哇这个是养上路欸 这个上路是肥到出油 他狂养 他有三项 然后 我觉得他等一下回家应该是有更好的一个装备 不过 这场比赛的一个火龙啦 对于MGX有点像是 他们能够依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他们现在是在抓着这一根 这一根柱子 因为现在的东山真的是有点太瘦 他如果有那个火龙的 龙魂BUFF的话 其实应该 这个伤害是多少可以补一点回来的 所以 下一条龙 Nova应该会主动去开的 但像刚刚提到的 等一下的火龙跟巴龙是重叠的 所以MGX是可以做选择的 现在以装备上面来讲的话 东山大概是输了2000块左右 因为他只有一个炉灯回音 但是其实G4他的一个炉灯回音也只剩下 1050块的一个组件价格 哇然后这里因为PK他的发育太好了 他是先补一个水银 确保 呃这个魔斗不会把他拉中 因为现在感觉 PK应该是现在MG最能打的一个人 等一下那个PK他的目标就是 他也不是要进去坦伤害 我就等下团战 我只要直接把这个阿齐儿给揍死 这个拳皇这场比赛就是盯着这个阿齐儿做更多的一个进发 这里感觉那个法洛斯随时要闪阿他欸 很像 欸很像欸 先丢了一个星街运动 左边那两个也是 穿手运动 睡睡到了 那这个应该不行了 这个没中 再打一套半血 哎呦 哎呦mission这一波的一个Poke可以 哎呦 到啦 这边Kowala勾到之后 直接让Mission拿下这颗人头 哇 神之一勾 他有闪 他有闪 嗯 不过 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就會自己扭的掉 但是 這個節奏其實是掉有點多 因為會被反點中塔 對 因為會被反點中塔 因為剛阿琪也被碎到 他有進化 但他還是吃了那一發 這個 那這個塔就被點掉了 這瞬間Margix 前面失去的 在靠著這一勾全部打回來了 這一波算是有抓到對方的失誤啦 就直接把經濟反超了 這個所以也沒有碎到 不過現在的話 中塔點掉之後 反倒是Margix的中塔還現在 然後在中塔點掉之後 這個對於柔衣來講是最舒服的一個事情 欸 從後面的PK 閃現爆回來 地球上到舉飛 但是這個推直接把所有人都給推走 但是遠端跟上的一個彈射 直接彈死了這個阿琪了 哇 PK這個落背是 來著措手不及 而且把殺傷直接丟在了布魯斯身上 投資的有價值 有價值 養對人了 養對人了 這個理財有賺有賠 但是這一波PK的一個落背是 那把最肥的G4給爆出來 NOVA他就在投資G4 但是Margix這個PK的一個落背 我們來看一下 他走到這邊直接散R 哎呦 他是直接空中把他擒爆回來 這個沒有任何可以動彈 直接被壓制之後 阿琪了倒下 而且在這一波回去 布魯斯也是補上了一個暴風大劍 其實現在閃局 他這一波還沒補 他這裡說不定 拿Shutdown之後是有機會直接IE的 然後龍 火龍 一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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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決戰點 不過 哇 IE 直接IE 豪運姊領先這個法洛斯很多的 他除了剛剛拿了一個Shutdown之外 你看他在吃兵上面也領先了快要30隻 呃我覺得關鍵是在於上路那一波就是 雷歐娜跑線的時候 法洛斯被抓到 被那個瑟雷姬還有豪運姊直接殺 就是算是有點塔殺的情況下 就經濟 呃那個 等級啊跟經濟已經拉不上來 還有另外一波就是在中路被勾到了那一波 不過現在的話一分鐘 這個時間不斷在倒數等於炸彈即將要引爆 但是對於Marchi X來講 是可以順利拿下 還是NOVA能夠完美的守住 我覺得Marchi可以去打了啦 因為 呃現在唯一NOVA有贏的點位就是 阿琪了 那現在東山可以 呃先站到一個好的位置 先去採取Poke 然後重點是AD贏太多 AD基本上贏了大概一箭裝吧 這裡想要抓 呃這個生氣打球果 把球果給打掉 不過這個時候是不是差不多要回了呢 東山 因為火龍也即將要出生了 呃 這裡應該會直接往火龍靠 因為這個火龍 基本上 嗯 拿到火龍龍魂的那個傷害是爆表的高 選擇直接往下不選擇回補 那這樣子的話在中路 有機會變成一波團戰的發起點 不過Marchi X是可以先處理中路的兵線 那這樣子對於這個火龍確實也有一個掌控權 但是NOVA的成員已經站好位置 這裡是在迎接Marchi X的到來 誰會身先士卒 看起來是一個PK 這邊打到了輔助的身上 然後這火龍也即將要出生 一個睡 並沒有辦法睡到 但是這個Poke會是前置作業非常關鍵 對於Marchi X能否獲勝 然後雷克薩已經繞到一個很刁鑽的點位 Marchi X非常的在拉打 但是NOVA已經開啟這條火龍 然後這個水牌要來開滑 一個日輪聖盲 但是這個大招並沒有辦法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一個勾是勾到雷歐娜 然後來看一下PK的位置 PK一繞直接丟了一個地球上頭 然後往前盯上的是一個這個G4 但是G4一個推先把German給擊殺掉 然後在後方的話這個輔助也是倒下去 這邊German是直接被拉到了這個小房間 應該是PK被拉到了小房間 還有 後續進來的一個閃線交出來 Mission最後沒有倒地 但是這個火龍反倒是Marchi X無法再戰 呃應該應該是掉了 還是想要繼續的碰撞 最後是想要嘗試用偷的 但是拉了一個燈籠就順利的撤退 哇這裡居然守住了耶 呃我覺得Marchi這波會戰打的有點凌亂 因為其實應該由正面去打就好 呃可以看到German來的位置 他是想要繞背 直接去切對方的後排的 但 阿琪爾前面的發育真的太好了 你可以看到German來從後面進場之後 那個阿琪爾大概 飛走然後戳兩下 他就不見了 呃而且 在後續的話 雷克薩倒掉之後 被拉進小房間的一個PK 也是遭到Rocci的擊殺 Marchi閃現想要來換 但是最後的一隻鞋 並沒有辦法換掉 呃我覺得剛剛Marchi 真的大可以打正面就好 因為 第一個是PK他是吃到CC 然後這個水銀是交在別的CC身上 所以導致他被魔鬥拉走 那German因為繞背的關係 讓 這一場目前最肥的布魯斯 沒有輸出的空間 因為他前排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對而且這場比賽 家文他是出坦的 剛剛也是選擇閃現的蓋大絕 那Nova也算是守住了這一波的一個團戰 不過緊接著他還有另外兩條要來守 這個在三分鐘之後 應該在三分多之後 MarchiX將會有另一個常識的機會 不過現在的話 對於他們的巴龍也沒有太多的一個想法 這會圍繞著小龍還是做更多的一個進攻 呃應該Marchi會 以現在會以 呃布式野抓人為主 他去碰這條巴龍的風險太大了 第一個是 呃本身賽特他的 呃防裝並不是說特別的氣 然後雷哥再來是出傷害中 這個扛巴龍是會扛到暴斃 這裡都有水銀的 這個摩托凱撒想拉誰都不是 這個情報爆起來 最後的瘦文轟拳 由布魯斯帶走了 Rocky 不過上路倒下之後 這個拿內塔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這樣子拿掉之後 他們是可以在等一下的火龍團 把視野布的更加深入的 而且PK他這場比賽帶上的是TP 如果被他繞到一個好的位置 把G4給爆出來的話 這個對於團戰來講 可能會是毀天滅地的一個打法 這裏碎並沒有辦法順利的逆咒 不過緊接著 RGX開始往上半部的一個紅區 來做更多的壓勁 呃現在就像剛剛說 他就是不視野然後抓人 呃這個巴龍 呃你真的要開到底的話風險有點太高了 所以呃應該還是以三呃 待會2分50秒會出的火龍為主 哦這場比賽真的是靠G4 因為以現在法洛斯他的裝備來講 他感他是一個很瘦的法洛斯 這個很肥的法洛斯通常第二件是鬼鎖的 他是已經受到要第二件要出巨風劍了 出巨風劍的一個法洛斯在傷害上面 以及攻速上面並沒有太多的一個幫助 並沒有太多的一個加成 然後這邊是解少了一個大招 把中路的兵線給清掉 這座中塔瑪基X依舊是正守住 這也是維持住視野最重要的 不能陷落的外塔 在豪雲姐的話 剛剛是再回家補了一個暴風大劍 其實豪雲姐的話也看到 昨天我有看到有人第三件會出火炮 不過大多數還是會出視鞋者 視鞋者因為本身豪雲姐他有點超量治癒 讓他的整體會戰的就是 因為本身豪雲姐他W給的攻速有點多 然後加上他直接兩件暴擊裝 這樣平A的效果其實是很好的 對而且現在的一個ADC 像是豪雲姐或者是雅菲利歐 其實戴上的一個副符文 也都會是傾向這光輝 光輝披風還有暴風凝聚 那因為這種進化還有治癒都算是比較CD短的召喚式技能 這其實給到的一個召喚式技能加跑速 對於ADC在團戰的一個生存也是很重要 下半步打起來 但是這裡的話又是多人的一個集結 布魯斯一次來再來一次 這邊又是一個暴 這邊只要出來之後 就有機會可以造成擊殺最後的一下Q技能 這邊已經是510的布魯斯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一 應該是要讓 魔鬥其實他推的情況下 因為現在的視野絕對都是布在巴龍那邊 所以魔鬥他在帶邊線的時候是完全沒視野 這個好運姐是直接把中線帶完之後轉到下路推 欸這個看光光欸 完全被看到閃現了一勾交錯的進化 但是後續的一個碎碎繞的一個法洛斯 來看一下有沒有人要幫打 這邊直接掃大絕了 想要幫打我直接掃死你 布魯斯掃死了這個法洛斯 哇塞 勾 勾的準確 這場比賽神功就是Kowala 但是後續的話還有沒有持續可以追擊的機會 這一波的話加穩是必須要往後撤退 這裡開可以感覺可以壓個巴龍欸 對方的AD倒了 然後support也沒有狀態 欸怎麼兵引爆啦 欸怎麼回到這了 這兵引爆炸啦 這裡巴龍可以開 因為輔助沒有狀態的話他不能來擦眼 所以只要派一到兩個人去擋住 加穩下來巴龍死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要來看看加穩有沒有機會可以來拼搶 不過他今天也是吃到一半之後就選擇作罷 25秒 轉頭拿火龍 就這裡回補一下 然後去拿這個火龍龍魂 這個25秒的一個火龍龍魂 在下半部的一個兵營已經陷落的情況下 麻吉X4是有這個兵線上面的優勢 不過這個阿琪爾也是出完了自己的魔穿棒 然後這個納神治亞還有盧燈魂 非常昂貴的裝備 必須要小心他在會戰時候的一個發揮 而PK則是要因應這個阿琪爾的傷害 也是補上一個四星神盔 NOVA是已經先站好位置 又是一個迎接 然後一個刷 但是勾沒有勾到 帶給一個昌靈大雨 這一波的poke也是沒有辦法孫妮的命中 但是我們看一下PK的一個繞背 PK慢慢的走過來 這個拳皇 已經繞到了魔鬥正面 直接把魔鬥給繞過來之後 拖一個人進小房間 但是應該是會孫妮的被擊殺 這邊是抓了一個輔助 但是輔助開了一個驚人 KOLA並沒有倒地 然後在最後的一次情況下 RUSH開出自己的驚人 但是一出來 又是布魯斯的一個彈幕 直接帶走一個Double Q Double Q拿下之後 Mission這個行為版本 在打得精準 打死了G4 然後後續的一個成員也是四散倒地 只剩下佳文一人存活 要GG勒 剛好下路兵線進去 這個連火龍都不打算要拿了 我直接GG 迎著下半部的一個 超級小兵兵線MarchiX 準備將兩邊的一個戰績 都來到了2比2的平手 最後的一個佳文 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本拳 第一座的滿雅塔已經炸裂 第二座的滿雅塔也跟豆腐一樣 一下就不見了 那我們要恭喜MarchiX 但由於時間不到30分鐘 總是順利的拿下 在PCS的第二場勝利 這場算是一個蠻大的 如果以中路來說 那是一個蠻大的逆轉 因為前面的節奏真的 不是由NOVA這邊的帶 410的阿奇 但我覺得這場還蠻關鍵的就是 Gemini在可能自己 中下路線都沒有什麼太大優勢的情況下 他是把所有地圖物件全部拿下來 前面的三條龍 然後包括兩條玉石的 全部都由他拿 然後他把所有的經濟都灌輸在PK身上 PK這把也是真的 把這個價值發揮的零零禁止 對還是展現出了一個老經驗 畢竟 MarchiX其實大部分的一個選手 都是在LMS有過多年征戰的一個選手 在物件的一個控制上面感覺 比起NOVA還是在更為成熟一點 不過我記得我在賽前的時候有提到就是 下路線有可能會成為NOVA的一個破口 這樣比賽也依舊是在下半部那個被勾到之後 有點算是比賽的一個轉運 我覺得好幾波NOVA他都打得有點太不小心了 因為包括倒數第二波他那個是直接站在眼旁邊 就是他是插線上眼 然後他們是一群人蹲在那邊 然後瑟雷西是連兩個勾 第一個勾逼了阿奇的進化跟把他位置勸退 然後第二勾又直接成功拉到對方 導致後面的節奏都是由Marchi這邊在帶的 對這場比賽的話 KOROLA他的一個勾也是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一個關鍵團戰 這個應該是最後一波的團戰 最後一波PK的一個繞背位置 PK這個繞背真的是完美 不過好像已經是看到了 但是Rocky這邊還是被爆回去 因為剛剛其實和解的視野應該是有看到 這邊往那個賽特往側邊來繞的一個情況 然後拉了一個輔助之後 Rocky在最後開了一個新人 但是也沒有辦法拯救自己死亡的信念 副魯斯在團戰的一個限制 這個大招也是找的很好 雖然說沒有太多的一個控制 但是本場比賽他的大招都起到了關鍵性的效果 應該說在第一時間當PK在繞背的時候 他把魔鬥爆走之後 你可以看到Dinova整個隊員 他的不管法洛斯跟阿奇兩個主要輸出 他們都是在搶的另外一邊 所以第一時間跟不到傷害 GVOL他雖然是最肥的 但他第一時間還是用E過牆之後才去製造傷害 但重點是最肥的應該說坦度很高的魔鬥已經被打倒了 然後再來是佳文 他第一時間EQ好像空了吧 然後他也沒有做到一個很好的卡場效果 再來就是布魯斯這個大拳 看到對方的陣型非常集中的時候 是直接用一個大拳把對方打散之後 然後就讓麻吉的不管是肉依阿或賽特 就是一一一個個別收頭 對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本場比賽的一個關鍵數據 在遊戲時間29分36秒 然後經濟的話大概是6000塊左右的一個差距塔數 7對1龍的話3對1 不過在下半部的一個傷害 雖然說乃哥他的3.8K是比較低 不過我覺得他是在做一個正確的投資 他其實幫助上路上上路是取到很多優勢 他就是完全在打營運而已 而且他的營運是還這個佳文是完全沒有在跟他換的 佳文其實有嘗試幾波GANK 就是抓到中路東山這個點 但後面應該說畢竟這個版本嗎 龍還是很重要的 可以看到其實NOVA在第四條火龍魂這個壓力下 都是被迫去打團的 那在被迫這種得靠到龍騎這種窄口 你可以看到PK好幾次都是直接繞背 然後抓到了一個人之後 再利用自己的傷害跟坦度 直接把他秒掉之後 後面東山就開始漸漸玩得到遊戲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場比賽的MVP 我們交到了哪位選手的手中 最後是交到了PK 本場比賽幾波關鍵的繞背 我記得還有一波就是他把那個阿祈爾給爆回來 那一波是阿祈爾是一個非常好的戰機 然後直接被布魯斯給一槍shutdown 而且還有大概遊戲大概在中期中後期的時候 PK他大概叫了兩次布魯斯過來直接抓摩托這個點 然後其實因為這兩次的抓變 也導致布魯斯也直接飛得起來 所以到後面的會戰 就有點G4以一己之力在打Marchi的最後 PK他的賽特很猛 他在本季的兩場勝利全部都是使用賽特 而且我記得他在第一場比賽使用拳皇的時候 他好像也是拿下了這個MVP 對但我覺得Marchi他這把有透露出BP一些訊息 因為他首選藍方選賽特 那他的BP上在我們看到BENCYDORA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中路要玩肉依耶 但我覺得可能肉依這隻英雄並不在G4的角色實力 所以導致Marchi敢說我首選賽特 我覺得你不會拿走肉依 所以他在第三選還是拿走肉依 這個選擇也是非常非常早 那再來就是要回歸到NOVA的唯選 他也是選擇了一個標準戰爭法師去打肉依 雖然前面你在幾次交換上打得不錯 但可以看得出來 在整體上可能中後期的時候 主動性來都是在肉依這邊 就你真的很難去成功切到對方 對不過感覺在前面幾波的一個GANK 可能中山還是要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在下一場比賽的話 將會是有JT 要對上的是你設置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就第三場比賽囉 要是可以看錯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